当孩子学过一些基本的形状 您可以用分类的方法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 您可以给孩子一些减脂的形状 确实做到每个形状都有数章 您可以说 你可以把这些形状分类吗? 看你能把全部的圆形放一堆 全部的方形放一堆 全部的三角形再放一堆 您可以先展示如何把其中一个形状分类 然后他们可以试着把其他形状分类 学习把形状分类可以帮助改善孩子的逻辑思考 其实谢谢观看 我设定是第一个形状分类的 уж远与为什么我们上前来 那么就能够 因为她可以的 我设定是一事 我设定是一个方形状分类